1942年,日本气象部门向日本军方递交了一份计划书 申请利用风流制造一个可以搭载炸弹的热气球 由于当时日本在战场上处处受到美国压制 所以在接到计划书时,日本军方很快就投命了这一申请 1944年,日本的炸弹气球宣告研发成功 并顺利携带炸弹来到美国领空 美中不足的是,因为火力有限 炸弹气球并没有像日本料想的那样给美国当头痛击 不过到了1974年,炸弹气球的思路却又被美军重新采用 并被投放到了中国领空 在发现河北一线空域上的气球后 周总理连忙下令要求不计一切代价也要将气球打下来 想知道最后气球有没有被我军成功击落吗 点个三连,咱们这就开脚 1974年,中国情报部门接到消息 称发现美军向苏联境内投放了一个踪迹可疑的热气球 这消息很快就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 鉴于二战期间日本研发的炸弹气球 周总理怀疑,这次美军也顾及重施 在热气球上安发了炸弹 但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同 当初与中国合作密切的老大的苏联 此时早已和中国赶目,站在了对立面 照理来说,美军选择在苏联境内投放热气球 于情于理,中国都不必有所表示 可考虑到中美苏三国的制衡关系 周总理还是授予工作人员调查这个热气球的有关信息 很快,情报人员就传来了新的消息 原来美军向苏联境内投放的这个热气球 上面并没有携带什么炸弹 而是仅仅安放了几个摄像头 周总理明白,美军的做法显然是想打探苏联动向 这个热气球应该就是美军U-2侦察机被苏联打落之后 美国想出来的新方法 考虑到当初苏联轻轻松松就将号称拍摄范围极广的U-2侦察机击落 周总理便放下心来,心里轻松了不少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了上次的前车之舰 这次美军将热气球的飞行高度设计的更高了 苏联根本无法将它击落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热气球在空中活动 更加过分的是,在方向的影响下 美国的热气球已经开始向中国境内移动 眼看热气球已经到达河北一线上空 周总理连忙下令 要求飞行部队不惜代价将热气球立即击落 但即使是被称为空中战胜的飞行员赵宝彤 在这个任务面前也不由的发愁了起来 不同于一般的战斗机 美军的热气球直径要宽出6米左右 飞行高度也更高 飞行员几乎无法在空中将它准确定位 可一旦试图究竟击击落 飞行员很有可能会被气流缠住 有一定的生命危险 情急之下 赵宝彤只得挑选了4个专业能力过硬的飞行员 准备轮番上阵击落热气球 但遗憾的是 即使飞行员轮番上阵 也无法将热气球击落 等轮到董培时 热气球已经离得非常近了 为了能完成周总理交代的任务 董培只能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 靠近热气球 便连发三炮 在百米高空连发三炮 即使是对于董培这样的王牌飞行员来说 也是难度极高 更何况旁边还有个近在咫尺的热气球 但为了不让美军得逞 董培还是义无反顾的将自己的性命掏在了脑后 终于在距离热气球仅400米时 董培看准时机开炮 成功将热气球击落 圆满完成了任务 凭借着他的出色表现 中国不仅粉碎了美国的恶劣企图 还保留了相关的证据 给美国当头痛击 为了表扬董培的英勇行为 周总理特意亲自接近了董培 并将他升任为空军大队长 而在之后的岁月里 董培也不负重拖 凭借着自己高超的驾驶技术 出色的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任务 为祖国的建设事业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